李文的去世 我出了一个视频 以为这就是最后的面块 但万万没想到 逝者并未尝免 因为心有不屈 不甘 不愿 不明 也许这就叫死不明 人之将死 遗言本该是留恋 挂念和交代 但没成想 是长达九分钟的一段控诉 快五十岁的人了 成名二十八年 荣誉无数 却哭得像个孩子 可见 是有多委屈 我见过很多出言不逊 措辞尖锐的控诉 而李文的这段控诉 却像个孩子 他描述坏人的形容词 居然匮乏到 只会说坏人这两个字 即便是罹患癌症 尚未康复 医生百般阻止 仍然想要为了一些 热爱音乐的孩子 一个个可能被埋没的好声音 去努力付出 却被侮辱伤害 李文 一个善良的女人 一个享誉国际 荣誉无数 被外国同行 认可尊重的女歌手 不应该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受到这样的对待 李文的去世 我出了一个视频 以为这就是最后的灭怀 但万万没想到 逝者并未尝免 因为心有不屈 不甘 不愿 不明 也许这就叫 死不明 人之将死 遗言本该是留恋 挂念和交代 但没成想 是长达九分钟的一段控诉 快五十岁的人了 成名二十八年 荣誉无数 却哭得像个孩子 可见 是有多委屈 当所有人都震惊于这段控诉的内容 却有人因为这九分钟 要被扯下遮羞布 而百般抵赖的同时 还好 有一个真正的好声音 勇敢地站了出来 什么是好声音 不是动人的腔调 不是迷人的韵律 而是至纯 至善 正义 勇敢地发声 这段真正的好声音将近二十分钟 就像是与那九分钟的呼应 也是见证和最虔诚的缅怀 都说自如其人 言为心生 我相信很多人都因为这九分钟 和那二十分钟的音频 而愤怒 悲伤 但是在我看来 这更像是一记耳光 一记响亮的耳光 抽在了不是一个人 一个节目 一个台 而是抽在了整个的娱乐圈连上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圈子 固然也有美好 温暖 但不觉于耳 充斥眼帘 是虚伪 虚荣 虚假 是自私自利 自我 是抢资源 抢角色 抢C位 是趋炎富士 捧高踩低 成王败寇的 事态炎凉 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 李文和刀狼一样 是个奇葩 我见过很多出言不逊 措辞尖锐的控诉 而李文的这段控诉 却像个孩子 他描述坏人的形容词 他描述坏人的形容词居然匮乏到只会说坏人这两个字 我的命不都不要了 我的医生求我不要去 因为我这个乳癌是个 Taking Time Bomb Understand 我也不管 因为好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节目 我因为真的是爱这个节目 我觉得这些年轻人是充满希望 爱音乐我们的共同语言就是爱音乐 我牺牲自己无所谓 我没想到原来他们都是一对坏人 即便是罹患癌症 尚未康复 医生百般阻止 仍然想要为了一些热爱音乐的孩子 一个个可能被埋没的好声音 去努力付出 却被侮辱伤害 可是他最狠的话 也只有坏人这两个字 再恨之入骨 再愤怒痛苦 也没有恶毒的诅咒 也没有歇斯底里 但同样是他口中的那些坏人 在对自己的学员 孩子的生生嘱咐当中 却变成了成长必须面对的阵痛 这个世界 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非常坏的人 坏心眼的人 那我也了解 你其中的合约也是跟 合作 所以他们要说什么 你必须要听啊 年轻人你现在要的就是机会 我都 通常包容豁达 声名大义的母亲 从来不会因为恨自己的丈夫 向自己的孩子为了泄愤而把父亲描述的有多么的不甘 因为真正深爱孩子的母亲 她在乎的是孩子保持一个阳光快乐的心态 走更长远的路 母亲就是这样 为了孩子可以和坏人斗得死去活来 却告诉孩子在面对坏人的时候要沉着冷静 学会保护自己 一日为师 却因为生命的短暂 不能终身为母 这样一个在舞台上奔放热辣的女人 却处处透露着中国传统母亲的善良 寻寻善幼 苦口婆心 输赢在这个节目一点都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当然了 谁不希望自己家的孩子赢呢 我当然 but 我真的学到了 这个节目 你最重要就赞这个节目就是你的作品 每一次的表演 这哪里像一个选秀节目的导师 当所有人都在秀 李文唯一做错的就是太认真 太像个母亲 当所有人更在乎的是镜头前的表现 你要知道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离开 镜头之下的 他对学员的那种种关心和温暖 是不可能让我们看到听到的 有些人我们只看得到他舞台上的一面 却看不到他舞台下的另一面 假如李文当初能够看到 陈佩斯老爷子以下的这段视频 就好了 他听 看 他就转过来 他来接 节目起来 这个 这 真漂亮 我不是一句 我绝不是讽刺 我是行李人 我知道 他做的 他那种做的 跟真的一样一样 他们相互之间那种默契 说实在 我们在舞台的话剧上 很难做到这个程度 精湛到这种程度 没有 真聪明 这些真聪明 我知道这就是秀 但人家做的就是导物 这就是电池需要 假就对了 最后 在这所有的音频内容当中 让我们重点关注 以下的这段内容 我在奥斯卡就这样子 告诉我自己 紧张会影响我的表现 我不可以 我会丢了我们自己 中国人的脸 我是第一个 我是唯一的一个女歌手 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不可以丢脸 好 在这段视频的结尾 我必须再重复 上一个致敬李文的视频内容 她是第一个站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华人歌手 第一个为NBA开幕式献唱的华语女星 第一个参与迈克尔杰克逊演唱会的亚洲女歌手 李文一个善良的女人 一个享誉国际荣誉无数 被外国同行认可尊重的女歌手 不应该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受到这样的对待